立陶宛政府准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,被北京政府召回大使。环租新华社狠批为反华急先锋。有学者认为两国贫乱断交。然而,在这个反华国道,今年最唱销销手机品牌并非苹果或三星,而是小米01810。 事实上,小米刚超越苹果,成为全球第二大,按销量计,智能手机品牌,并在立陶宛、西班牙、印度等12个市场晋身冠军。该公司老板雷军更扬言三年内问鼎世界一哥。 不过小米仍依赖美国的晶片及Android系统。风光背后有隐忧。据Canalus统计,小米第二季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达5310万部。 按年猛增87%,其市占率达到17%. 按贵提升三个百分点。首次超越苹果,市占率14%,成为第二大品牌。距离三星,19%,紧一战之遥。 难怪在本周二,十日于北京举行的小米年会上。 该公司创办人,董事长兼大股东雷军以气风发。扬言三年内拿下全球第一。适逢今年是小米第一代手机诞生十周年。 雷军益述当初创业时大多数人不看好。他却提出用五到十年时间登顶全球第一。 被视为发梦。他侧笑为,梦想还是要有的?万一实现了呢?到了今天。雷军认为小米的成绩证明梦想一定要有。梦想也一定会实现。 小米在最近一年销量跳升。一大原因是接收了华为被美国制裁后流失的市场份额。 据去年第二季的Canalus智能手机出货量统计。全球冠军正是华为。市占率达百分之二十。但今年已经榜上无名。小米的市场定位跟华为最接近,非完全一样。 冷手执个热尖堆。成为最大赢家。不过相对来说,华为手机涵盖高。中,低端所有档次。从售价2万元的5G接机,Mate X到几百元一部的掌者机都有。 凭大包围抢占占市场份额,小米则专攻终端档次。以P值性价比,作招来。其最畅销机款通常售价千多2千元。性能及质素却跟其他品牌贵价旗舰机相差不远。 堪称借价价价钱。烧我味道。P超值者卖点。早已令小米手机在海外市场越来越受欢迎。若非本身争气。根本难抢到华为的流失份额。 据IDC统计。小米手机今年第二季国内销量1340万部。海外销量达3970万部。职外销较内销高出接近200%。反映小米不愧是真正国际品牌。不只靠中国人追捧。Canales资料显示。小米在全球12个市场名列最畅销智能手机品牌。 包括西班牌。俄罗斯。波兰。白罗斯。乌克兰。克罗地亚。立陶宛。马来西亚。印度。尼泊尔。缅甸。哥伦比亚。其中,值得留意的是立陶宛。印度和缅甸。立陶宛刚恩准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。被北京政府召回大使,正如新华社评论指出。 这个东欧国家基于历史原因仇俄亲美。近年转为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扮演反华急先锋。印度则于去年跟中国爆发边境冲突。 双方互有死伤。现时看来势成水火。令缅甸有不少民众认为军政府与中国关系密切。 对此心感不满。近月牵起排华浪潮。但在这三个反华情绪高涨的国家。小米都成为no0.1手机品牌。突显其软实力强劲。 事实上。相比于华为。小米较小标榜中国品牌色彩。甚至有点刻意低调。官乎其清新简约设计风格。 并以英文字母咪为双标logo。曾礼拼日本设计大师原言再修改。 确实没太多中国味道。配上超值P。得已在立桃园。印度等市场大受欢迎。为小米亦不无隐忧。 比起三星和苹果在晶片。半导体。萤幕面板。记忆体。操作系统等领域具有核心技术实力。 小米多年来只被视为组装箱。把不同供应箱的零件组装成一部手机出售。 最要命是很多核心零件,如CPU晶片。 Android操作系统,皆掌握在美国厂商手中。即便是华为。在晶片。操作系统等方面拥有多年研发绩类。 所以被美国制裁后仍能使用一些较慢速晶片。 配搭自家鸿蒙系统。继续生产中低端手机。可视Touchwood。万一小米也被制裁。 随时坐在这里。比华为更大获。或弱。美方制裁华为的理由是指其跟中国军方关系密切。 加上华为除了手机之外。还生产电讯机站设备。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。 小米作为主打消费品的民企。跟中国政府和军方始终保持距离。 理应不太可能被制裁。但所谓美帝亡我之心不死。 除着雷军扬言三年内做全球一哥。不排除会被枪打出头鸟。而早作防备。 所以雷军在年会强调高举技术立业的大旗。继续加大研发投入。 又为不要低估世界级巨头的实力。我们还是一个年轻的公司。我们需要非常冷静看到差距。继续坑实基础。说回中国召回驻立陶苑大使。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黄二伟形容此为非常严重的举动。 距离断交紧一步之遥。在中国外交史上也十分罕见。中、立两国这次风波。亦属中美博亦大格局其中一环。 反映中国和西方阵营关系持续紧张。小米身为来自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手机品牌。在这种国际局势怎可置身事外。 立陶苑米粉门现在最担心的。可能是日后还买不买到mi手机。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